本港新增80宗確診個案 多4個病人死亡 單日確診數字又創新高 已經連續第六日過百宗 去到昨晚的確診個案數字 就是118宗 黃瀚和桃瓜環街市多3個人確診 各房各業都有個案 部分在工作環境感染 我們作為公佈兩宗懷疑的感染個案 現在證實了確診為新型的 冠狀病毒的感染個案 這個趨勢我們就預計不到 這些傳染病本身的傳染性這麼高 控制不到其實不止100宗 可能是幾何色上升的 政府無論 政府無論 馬公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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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無論 馬公救國 這個所謂封關的說法 已經沒有什麼意思了 如果學術討論 不如第一天就全面封了 各樣都停了 香港是否很安全呢 現在人生往往都是口罩最重要 不可以上班 很多公司都WhatsApp 說要戴口罩上班 你怎麼搞呢 不上班 我們自己一定要省點花 如果不符合那幾個要求 就不准戴 我根本是叫你不准戴 大了都要脫下來了 現在好像同三月的時候 Work from home 那樣東西 那時候好像大家都比較積健一點 緊張一點 現在好像街上還有很多人 但有時候都會失車 我還是希望在這段時間 大家可以做到Work from home 或者僱主可以做多一點 你怎麼吃飯 當然如果你有寫字樓 就回到寫字樓吃 買了飯盒 很緊的 有賣交易的公園行不行 那些我們沒有限制它 這是警方發出的命令 你們現在只參加了 多於四人的集結 警方令你們馬上離開 大家都相信也都知道 那些業主其實是不會減租的 在這個疫情裡面 是沒有減過租的 一間餐廳有很多家庭 他第一個為了我們拼命的員工 那如果我們想做一個負責人的老闆 都做不到的話 我們都不知道可以有什麼出路 看到那個社區的傳播鏈很厲害 一天已經有很多不同源頭的個案 我們都擔心是有一個社區的大爆發 我們問一些病人 他們都去過很多地方吃飯 見朋友去街上 但是因為這樣的情況 其實就真的很難追蹤 你們在晚上 essa業種 都很了不起 阿れた 他最終會是相互的 他是在家庭 林鄭 他在家庭 說